当夏普茨越高的话 就表示带来的利润是越大的 也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 投资理财上面的CP值 大家好 我是艳丽 欢迎收看小燕有约 台股是强强棍 而且最特别的是很多的台股基金 绩效不仅是完胜0050 甚至是大赚0050超过一倍以上 好 究竟台股基金要怎么挑 现阶段的操作新法又有哪些 今天节目里头都会帮大家做完整的分析 首先我们还是来看 我帮大家做的独家的整理 因为其实如果我们只比较一年 或三年期的绩效的话 坦白说我觉得有点不公平 所以我们还是把绩效拉长到10年 10年我们就可以比较的出来 就是所谓的主动型基金 就是有经纪人帮大家操盘的 主动型的台股基金 跟被动式的基金 也就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讲的 ETF相算0050、0056 10年期的绩效比较起来 我觉得才有意义 以10年期的绩效来说 0050他10年期是210% 也就是赚了两倍之多 今天帮大家列的这些基金 他几乎10年期的绩效 都是完胜0050的 包括像是野村优质 他10年期的绩效 340%等于是赢0050 是又多了100% 而且更厉害的是 他就连短期的绩效 他一个月的绩效也高达了23% 他又赢0050的18% 那一年绩效也是赢0050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做的这个表格 完全没有偏心 也完全没有私心 我居然下了一个结论是大胜 大胜0050 那其他的大胜的基金呢 也包括上是同样都是野村投信的 像是野村成长 还有野村积极成长等等 也就是说其实投信基金公司 他们现在都是打团体债 每一档基金持股会略有差异 但实际上大概是7到8成之间 会比较重复 所以当某一个投信公司 他们的整体绩效好的话 基本上他们旗下的基金 绩效不会差异太大 另外一家一金突起的就是统一投信 统一投信 我们看一下统一黑马好了 统一黑马真的也很厉害 怎么说呢 他一个月的绩效是将近25% 也赢了0050一个月绩效的18% 当然在这个10年期的绩效 统一黑马是222% 他跟0050的210%比较起来差不多 换句话说 不管是一年绩效或10年期绩效 我个人觉得统一黑马跟0050比较起来 好像就是略有各有千秋 但总体来说统一黑马 我给他下的一个结论是终胜 所以其实基佑的台股基金 绩效要大胜完胜0050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难度一点都不高 同时我们再来看的是帮大家统计了所有的 台湾的一般的股票型基金 一般的科兴基金之后你会发现0050 我们刚刚说了他10年期的绩效是210% 可是这么多的基金大概我统计了一下 是将近两成之多 有两成多的台股基金 他的绩效是远胜0050 从470%到250%之间都不等 官朋友你可以透过萤幕仔细看一下 其实这些基金我们不一一细讲 可是他都集中落在四家投信 分别是安联投信 野村投信 统一投信跟富华投信 这也就是我前面刚刚讲的逻辑 你基金经营人操盘绩效好 然后大家懂得打团体战 我们很愿意很积极去拜访公司 你知道哪一家公司 他中长期有投资的价值 大家一起去旗下所有的基金 都有相同的持股的话 我想这个绩效要拉抬就比较容易了 所以换句话说好的基金 我们长期持有 我想获利的机会其实是蛮大的 特别是今年来 我自己在我的粉丝专业 还有在很多影片跟节目里头 不停呼吁大家一件事情 我想今年不管是5G 或者是一些电动车 会用到的就是半导体相关的材料 跟元件等等 所以今年以来 如果说你手上没有半导体类股 或者是你手上没有以科技股为主的 台股基金的话 我想你今年的绩效可能会比较辛苦 所以也帮大家统计了 确实过去这一个月 应该是今年以来 今年以来 确实半导体类股的涨幅最凶 包括IC设计 然后包括晶圆代工 然后封测等等 今年以来的绩效 涨幅全部都是20几趴 可相较之下 如果你是全部重压在纸类股 或者是全部重压在航运股 你就觉得今年台股大盘大涨 好像跟我无缘没有关系 所以为什么会做这张表格 就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选基金 我们还是要侧重要挑到就是 半导体股 它的持股成分比较高的台股基金 我想它今年的绩效有期会比较好 好 我们来帮大家开箱 我们刚刚特别提到野村优质基金 这辆基金真的是很夸张 为什么 因为一年大赚77% 别忘了大盘去年也不过涨23% 它居然可以涨77% 所以表示这个金星人真的很会选股票 那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金星人 好了 他操作这档基金是167个月 将近14年 其实台湾操作台股基金的金星人 操同一档基金超过10年以上的 十字手组得出来 换句话说 他操作一档基金可以超过10年以上的话 表示他非常的有口碑 即使短线绩效不是很好 可是他的中场绩效 一定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信任 所以他几乎会变成台股基金的长青数 那我觉得更特别的一件事情是 他操盘167个月将近14年的过程当中 他的累积的绩效是400% 那同期台股多少 同期台股只有100% 天呐 换句话说 如果我手上有一堆钱的话 我同样去买大盘指数是100% 可是我交给基金基金人 我的操盘计较是400% 等于是差三倍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这一次为什么有野村优质这么厉害 我们来看一下他最近的持股 当然最新的持股是没有办法公布的 这个公布的持股的明信 是在去年12月底为止公布的基金的月报 大家上网去查都查得到 或者是如果你有买这档基金 不好意思讲我也有买这档基金 就会有所谓的基金月报 你就可以去上网去看 看他持股的明信有什么 哇他有的是联电 台积电 南电 世兴KY 星星 哇这些股票不是都是我们去年 节目里头先后介绍过的吗 那有些股票真的涨到很多 比如说像南电跟世兴KY 星星等等 我想投信在这边呢 积极拉台这些公司 确实是看到了这些公司 未来几年的发展潜力 那对一般的投资人 或者是对小资助来说 我会觉得 买星星啊 或者是买台积电啊 或者是买世兴KY 觉得股价好贵哦 不知道 现在进场还来不来得及 而且有时候你觉得你根本没有 那么多预算 或者是波动真的太大 可是呢你透过基金经纪人帮你去买 你就没有选股的烦恼 同时呢你很放心把钱给他 让他继续去帮你操盘 所以我觉得这是买台股基金的一个好处 好那买基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的 参考这个指标跟逻辑叫做夏普值 他一定要学出这个东西哦 什么叫做夏普值 夏普值就是说我同样一个单位承受相同的风险 但是可以帮我带来多少的利润 当夏普值越高的话呢 就表示呢带来的利润是越大的 也就是呢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投资理财上面的CP值 CP值越高夏普值越高 也就是呢我们持有他 我们带来的获利的机会是越大 那一般来说台股基金的夏普值 可能很多会落在0.5 0.6 甚至有0.4的 可是野村优值的夏普值竟然高达1.32 这真的是5颗星6颗星哦 好那以他的这个过去的绩效来看的话 真的很不错哦 10年下来年化 年化报酬率就是平均每一年 年化报酬率是高达12% 这支基金从1999年成立到现在 也20几年的一个年头真的是很不容易 他的年化报酬率也高达7.6% 所以如果大家过年期间不知道到底要选哪一档台股基金的话 我想定时订而买这档基金我觉得很值得参考 另外一档 同一黑马更是让我惊艳了 居然有台股基金一个月可以赚25% 他一个月赚25%他买了哪些股票 哇天狱一样嘛 半导体的概念股 台积电 南电 世新 KY 联电等等 哇跟刚刚的野村优值是不是很像 换句话说英雄所见月同 当然第一大持股不太一样 但是其他的持股有一些相同的地方 还有他买了汉磊 汉磊是一家没有赚钱的公司 可是这家公司是现在未来的题材 他有一些相关的元件是电动车必备 而且只有全台湾只有他会做够厉害了吧 好所以我想这个经营经验的操盘的简介 也帮大家介绍一下 包括同样的 游先生操盘167个月也是快14年 在他操盘的期间 累计的报酬率4340%也不错了 远胜同期大盘的100% 我想好的经纪人真的是非常值得 我们把钱交给他来做一个操作 但更值得一提的是 这位游先生这任的现任经纪人 跟他前几任的经纪人比较起来 他担任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因为其他的可能只超个6个月 或者10个月就下台 通常经纪人下台就是绩效不够好 或者是他们有其他的生涯规划 好可是这档基金一样 建议大家波动度不低 同样都有30%上下的波动度 他的下补值多少 我们刚有教过大家下补值怎么看了 他的下补值也有0.88%也不错了 因为大部分的台股基金的下补值 就是我刚说会落在0.4%到0.6% 0.7%之间 0.88%算很厉害了 同样的我们来看他10年年化报酬率 10年年化报酬率有9.5% 从1994年成立到现在 这个更不容易了25年的基金 平均每一年有7%的利润 我想这也都是台股非常好的台股基金 最后这一张特别重要 如果你现阶段要经常买台股基金的话 我建议你要注意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如果你现在单比进场的话 可见得你对台股的未来非常有信心 你认为台股有机会到1万8% 甚至2万点以上 但是我们还是要观察 如果当台积电涨不动的时候 我们就要先停留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是零涨零跌的指标 当台积电涨不动就表示大盘要回档 如果你单比要进场的话 会有点压力 换句话说 你可以等台积电跌很多 会跌很多吗 你可以等台积电有一些回档的时候 做一些承接 然后单比去买台股基金 我想会有一些获利的机会 定期金额就没差了 你家有耐心 定期金额扣款有纪律 那三年是指台股每一次的多空循环 至少是走三年 那接下来观察第三个指标 就是FED的政策 也就是当FED 他没有在这个所谓的QE要来停止 或者是说当他停止购债 购买这个公债的时候 就表示市场上要收缩资金 那当然对股市来说是一大警讯 这时候全球股市是回档 台股也有可能会有比较大幅度的修正 所以这个时候 你手上有台股基金的话 你就要想一下 单比跟定时定额的策略略有不同 然后最终绩效 这件事情也很重要 去年好不见得表示今年一定好 也不表示明年一定好 可是当你发现你手上的基金过去还不错 这个月普通下个月有点差 下下个月更差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考虑转换标的 转换到绩效表现更好的 其他相关的台股基金 也就是说我们跟一党基金不需要 定期定额到天荒地老 我们可以放长 但是如果你发现他绩效逐月逐季 逐年在落后的时候 你就要重新考虑是不是要来转换标的了 好希望这集大家都有收获 我们节目也进行到这边 也希望大家平安健康都能够赚大钱 订阅平关点开启小铃铛 小燕有约的Podcast现在也上线了